剛剛是在接到這個題目 覺得蠻有挑戰性的 因為本身這個題目的牽涉領域非常多 我在YouTube的顏色領域 是在全項儲存 還有數位工學共和數的部分 在這個唯一的領域 使用這個SLA是非常多 但是這個數位工學的話 它是一個更廣泛的領域 所以我在準備講義的時候 有什麼多內容 其實是必須要從網路上 繼續找資料 因此就是不方便 把它附在獎益裡面 然後給大家侵設到 數位財產權的問題 所以蠻多內容 都是放在通文片裡面 獎益的話 就沒有這部分的內容 那我們就開始 這個數位工學 所以在2019年 就是今年呢 在哥哥布尼黑舉行研討會 研討會裡面呢 大概70篇 paper 200多個座子 同時呢 和數位工學一起舉辦的研討會 是這個 Optical Metrology 其實它的內容呢 其實也是包含在數位工學裡面 這個會議就比較大 這個會議大概就是 原本這個數位工學的大概 六倍大左右 所以它這個 總共 這個世界上呢 在這個領域上呢 這個參與的人呢 就是 好幾千人 給它估計 那數位工學 我們如果把它出入 把它做一個 這個分類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數位工學 把它分成 Optical Sensing 就是去感知 我用數位工學的方法去感知 還有這個 Optical Manipulation 就是我用數位工學去操縱 去互動 有這兩個 出入的分法 那大部分呢 我們所看到 在 比較多人 目前還在這個 在研究的領域呢 主要是 Optical Sensing 那Optical Manipulation呢 是目前呢 這個 這個 比較沒有那麼活躍 但是呢 我們預計呢 因為這兩個領域呢 在我們人與世界的互動呢 是同等的重要 你除了需要有感知 你也需要去操作 所以呢 我們預計呢 在這個 Optical Manipulation呢 這個領域呢 在未來呢 它會 越來越 風波的發展 那這個領域呢 當然這個 空間光投資器呢 就是它一個必要的文件 那為什麼我們覺得 這個數位工學呢 它這麼重要呢 它和常常工學有什麼不一樣 數位工學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呢 所有的東西 你可以用這個數位的方法 來去解構它 去把它做模組化 那這樣子呢 就讓這個技術呢 它較傳統的這個光學呢 它多了一個優勢 是模組化 你可以模組化 把一個東西模組化以後呢 你可以跟其他的技術 做結合 那這個結合呢 就是它具有多樣性 好 好